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所谓天有不测风云 我想我们这两天正在不测的风云的过程当中 数到台风从我们台湾绕过 结果对香港对广东造成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伤害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着海魁台风 这个海魁台风一开始说要到冲绳去 然后又听说要到这儿来 然后越来越往南压 我们聚会完了不知道会不会再向南五百公里 那么就连台湾也不上来了 所以所谓的天有不测风云 我们这些日子是能够很直接的体会到 那么天有不测风云的下一句就是什么 人有旦夕祸福 这个风云变幻和我们在世界上的 祸福 吉凶 疲态 安危 是有怎样的关联呢 外在的环境在变化着 那么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因着我们是神的儿女 就有特殊的智慧 让我们可以知道 面对种种的外在现象 都能够坦然无惧 都能够看见这些不测风云 背后的一些启示 真言二十七章第一节说 不要为明日自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这个真言是说 一般人是不能知道 但是一个属神的人 上帝是应许我们 我们能够知道 上帝所应许要让我们知道的事 所以其实外在的环境 各样的天后的现象 以及整个世界环境的变化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个人 就是对我对你每一个生存的个体 其实都可以有启示以及警示的作用 我们属神的人与上帝同在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 而我们被上帝放在一个环境当中 他一定有他的启示 而且一定对我们有一些教导的作用 所以我们面对着各样的环境的变化 有基督的信仰 我们对于外在的环境 在这种种种的不可测的变化 莫测的风云变幻的环境 应该怎样来应用我们的信仰呢 我每一次信息都花一些时间 跟大家就身边的事情 讲作为引言来和大家分享 有些人会劝我说 你就直接讲吧 因为有些时候引言讲太长 但是我会希望 我们的信仰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信仰不是说悬在高处 跟我们生活产生不了关系 然后礼拜天来聚会 我们就面对着信仰 然后离开了这个聚会 我们就过着世人一般的生活 那些信仰好像跟我们不太相关 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所谓的基督的信仰 我们常听说信耶稣得永生嘛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采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其实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 所以诗篇一百零四篇第一节以下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神 你为智大 你以尊荣为依披上亮光如披外保 铺张穷畅如帮曼子 这我们以前都讲过 上帝其实在对应着这个世界 这个我们所能够了解的宇宙 它是怎样的铺开啊 这个所谓的宇宙扩张论啊 就有这个铺张曼子这样的意义 在水中建立楼阁栋梁 用云彩为车脸 借着风的翅膀而行 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不易 我们现在正在台风的压力之下 前些日子我们看到夏威夷 复燃降临的火 那么这如果说我们不了解 没有接受这句话 不知道风是上帝的使者 火焰是神的仆役 那我们就会觉得 那是一种大自然的威胁 是让我们恐惧 是让我们困难的一些灾难 但是如果认识神的话 我们就知道 这些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 那么第五节说 将地立在根基使地永不动摇 这个说是不动摇 但是第六节就说 你用深水遮盖地面 犹如衣裳 诸水高过山岭 这讲的就是水灾 好像前些日子 我们听到各处 像中国一些地方 对岸一些地方就有相当大的水灾 那么你的赤则一花水便奔流 你的雷声一花水便奔 对不起 你的赤则一花水便奔逃 你的雷声一花水便奔流 这些都有说的是有上帝的主意 上帝发生要让人知道一些事情的 是一些事情正在变化 然后珠山升起珠谷沉下 这其实讲的是大地震所产生的地壳的变化 但是下面却说 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 事实上上帝的心意 我们再读下来 如果我们在上帝的 与上帝同行的状态里 这一切 这里讲到地 讲到水 讲到火 讲到风 也就是一般所说的 这个物理世界物质世界的四大 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 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安定的 但是我们处在其中 是不是真正有安定的感觉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十三节 请帮我读一下好吗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谁是谁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这个保罗的体验也是我们应该去经验的 也是我们应该要领受的 所以其实在一切的变化环中 变化环境当中 有一个点是我们平安与火 能不能过幸福快乐生活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这个秘诀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得到我们所需要得到的秘诀 这秘诀在腓立比书第四章 我把它称为秘诀大权 那么其实一个秘诀 用在许许多多的状况当中 就产生不同的应用 所以我们和大家讨论的 今天的讲义放在周报的内页 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参考 那么我们和大家要面对讨论的地球环境的变异 对很多人构成了不容易面对的不测压力 的话很容易了解吧 事实上在进到2023 我们开春就和大家讲了 今年可能特别是下半年 有许多事情会不断的发生 而且一波会比一波更加的强烈 那么对于没有应许 对于不知道如何把握 与神同在的秘诀的人而言 当然前途的变化就是压力 就好像我们知道这个风灾 对许多地方都构成了很大的灾难 那我们身处在其中 会不会有忧虑呢 事实上我可以很简明的跟大家讲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的心里面是一点都不担心 原因是什么慢慢和大家分享 那么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能力 才是完美理想的人生 所谓的完美理想的人生 作为上帝的儿女 至高者的所爱的儿女 是有权利领受享受这样的人生的 但是问题是 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完美的理想的呢 这就很有的讨论了 对吧 拥有很多的钱 不是幸福的事 类似这类的问题 我们就不多讨论了 我们就今天隐提所说的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我们对于未来好像很难以去掌握 那么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是过怎样的人生才是完美的呢 才是理想的呢 是不是掌握着未卜先知的能力 对于未来的事情 我们做先知 作为基督徒就是小先知啊 我们比别人多知道一点 当然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对于未来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了 其实那是蛮没趣的事 这个尼匡有一本小说 就说到一个能够知道未来的人后来自杀了 因为每天所过的生活好像被安排妥了 一点点挑战性一点点趣味都没有 所以我们比别人比其他人多知道一点点 那是一个很不错的感觉 但是如果什么都知道了 其实那样的人生是蛮乏味的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这样的话 甚至于我们如果有能力 可以对于我们所我们所要的生活 所要的东西每一样都说有就有命力就力 让它完完全全的都照着我们所安排的去进行 那么这个人生也就没有什么 生活也就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了 我不知道你们能够体会这个感觉吗 上帝为我们安排的生活不是这样 但是换一个相对的立场来讲 对于明天对未来一点都没有把握 那么我们处在一种充满未知的环境里边 就好像落在这种战乱的 或者是灾难的环境里 若在一些战争或是暴政之下 那么人就生活在其中啊 就无可奈何 只能够听天由命 朝不保夕 那当然是更不好的人生了 所以我现在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 每一位为自己来设计一下 你觉得到底过怎样的生活才是最理想的 上帝要提供给我们完美理想的人生 但是如果没有去细想 我们很粗略的去做一个定义 常常那个是不切实际的 不是真实的 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美好的人生 有他的定规 所以基督福音是怎样使得 我们这些属神的圣徒们 都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各样的环境 都能指蒙福享福 而不受祸受苦呢 这是我们一次一次和弟兄姊妹 分享的 你我我们都可以面对 都可以领受 都可以享受的人生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题目开始讲 继续要和弟兄姊妹讲的是 加拿太书第三章的前半 尊福音的效能 我们已经讲了两次了 希望进度可以快一点 那么在加拿太书三章第一节说 无知的加拿太人 耶稣基督定时之下 已经活化在你面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其实这个无知 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没有开窍 心窍没有打开的 那原文就没有加拿太人 就是没有开窍的人 就容易受到迷惑 那么容易受到迷惑 就会产生一种状况 第四节说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都是突然的吗 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 这一句经文 这一节我们上次讲到 讨论到这件事 从这一节经文 我们讨论 我们可以看见两面的事情 一面是 这些人已经信主了 但是却是还在受苦之中 那么关键是 你的受苦不要是突然的 而是要怎样呢 十篇一百一十九篇 第七十一节到七十三节 请帮我念一下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要学习你的律力 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 剩余千万的金银 你守制造我 建立我 求你赐我悟性 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这受苦是必须的 但是有没有益 这就是突然与火 就是经历这些 有没有产生它的价值 而有益 它的关键点就是 我们要学习 学习你的律力 要学习你的命令 那么 是领受上帝的训言 这个训言 剩余千万的金银 它是做了一个比较值 让我们去思想去观察 所以 受苦有益无益 在于 学习 有没有成效 而这个 学习有没有成效 关键在于 上帝要赐给我们 悟性 就是开窍了的心思 让我们知道 能够正确的思考问题 理解问题 并且 进入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命定里 就是 让我们可以 在人生的 一天一天 在经历的过程当中 越来越贴近神的同在 越来越进入神的同在 贴近神的心意 越来越知道 我们的人生 在上帝的计划里 是何等的美好 可以珍惜 而且可以见证的 所以我们今天 刚才所读的经文 其实从第三章第六节说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称为他的义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就是 亚伯拉罕的子孙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 因信称义 就早已说 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 万国必因你得福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 神与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在旧约里边 因为上帝 上帝又借着这个三大一神教 就是基督教 犹太教 以及伊斯兰教的起点 就是创始人 亚伯拉罕作为例子 关键是要让我们得福 那么在这里 我想 第八节说 圣经已经预先的看明 就摊开在那里 让我们读圣经的人 就能够知道 上帝要叫外邦人得福 然后就要传福音给 这些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的人 说万国必因你得福 所以我们上帝要使得外邦人蒙恩 使人能够过一种以信为本的生活 才能够使我们得福 得到了 并且能够享受 而这里 有一个 上帝必因你 万国必因你得福 这个你是谁 就是你我 我们自己 我们承担着一种使命 要使得外邦人 因着我们的生存 而能够得福 当我们愿意传的时候 才能够真真实实的 进到上帝的恩典当中 那么接下来 第十节到第十四节 这是前半的经文 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一人必因信得生 这一句话 是整个新约非常重要的keyword 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那么这个信 我们要信什么呢 信就是要让我们基本的几个点 就是靠耶稣的血 成义 那么接着说 十三节说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属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所以就要让我们被属 然后脱离律法的咒诅 然后在最后第十四节说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着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灵 原文是只有灵这个字 所以灵到底是什么 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在讨论 而且弟兄姊妹越来越清楚的 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 讨论真福音的果效 那么在第一段讲的 福音的效能 能不能有效 关键在于心窍 是不是习恋的通达 那么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 他告诉我们说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都是突然的吗 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 那么这个好几个疑问句 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 落在这种不合理的状态里 事实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基督耶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我们面前了 上帝用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 使我们在受苦的过程当中 好比说会经历到天灾人祸 会经历到人与人之间的摩擦 人与人的互动当中的困难 事实上我们知道 事实上我们知道 受苦的益处 我们受苦不可以为了私欲而受苦 上一次我们讲彼得前书有讲到 就好像小孩子不可以为了打架偷东西 乱吃吃坏的肚子而受苦 但是要为了学习的成长 而能够去经历一些困难的事情 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节说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 但是若是你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 这在神是可喜爱的 你们蒙招原事未慈 因为基督耶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所以行善 事实上真正的行善 不是说我们有很多的钱 然后用不完剩下的一点点甩给人 那个叫做行善 其实不是那样的意思 行善其实就是要让自己活好 这个活好里面包括了两件事情 一件是受苦 一件是能忍耐 让我们渐渐的生命力 渐渐的成长 我们若能忍耐 就必与主一同做王 这是上帝的计划 是上帝所喜悦的 他喜欢我们怎样 受苦能忍耐 就像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榜样一样 这些我们前面都讲过 所以在这里说 那次你们灵 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呢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在原文这个圣灵就是灵那个字 而听信福音 其实原文没有福音这个字 就是你是听了 而产生一种信 我们如果是行律法 并没有办法 使我们真正的受苦得到益处 所以受苦 我们刚刚讲到行善受苦 在第四章的十九节 保罗说 我小子们啊 我再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直到基督成行在你们的心里 行善受苦 一种具体的作为 就是我们能够去帮助 为了成全 不是外人 而是我们的亲人 如果按着圣经的话 就是我们属灵的儿女 为了成全 我们所能够成全 愿意听我们的人 我们的属灵儿女 需要受苦 而这个受苦呢 其实就像今天我们的 启应经文十篇 一百一十九篇的一百零七节 说我甚至受苦 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 将我救活 我现在就和大家讲 那赐给你们灵 灵是 上帝是万灵之父 灵好像是能力 好像是电 放在不同的器皿当中 就形成不同的作用 但是对我们 要建立起一种 有能力的信心的人 这个灵最好 最直接的理解方式 就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 耶稣所说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 化就是灵 就是生命 这好像现在我们 进到一个网路里边 那我们去输入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如果能够有效 它就能够产生 我们所要的答案 其实一切的灵 都不需要有化 来给它定义 它才能够产生正确的方向 与范围 而什么样的化 是能够使得灵 产生能量的呢? 耶稣基督的话 每一句话 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所以主耶稣告诉 这个效果呢 会进一步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边 发挥作用 使我们生命 越来越真实 越来越扎实 越来越丰富 所以主耶稣说 我对你们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 你要去了解 从它的作用面 从它产生的结果 去了解灵 也是可以 从我们的感觉 去感觉到神的灵 神的灵运行在我们里边 使我们能够感觉平安 感觉喜乐 感觉受安慰 感觉有种种的能量 可以去释放出来 这都好 但是它的前提是 我们要从上帝的话 耶稣基督的话 来引导 来体会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 所以灵与道 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这我们要和大家做一点点说明 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节说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能以此手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我们刚才所读到的 说我们受苦不是突然的 我们相信也不是突然的 就是做了那个无效的工作 有些人 我常常和大家说 有些人 他在经历一些疾病或者痛苦的时候 就拼命地求上帝给他医治 然后求到了以后 他就非常感恩地到处做见证 说上帝医治我了 每次我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 心里都有点遗憾 因为上帝不会让我们白白地经历任何一件事 如果你在经历一件事情 没有使自己的心意更新变化 使生命产生变化 那么所受的苦就是突然的 我们的信也不是突然的 它是不断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产生效应 使我们能够不断地更新变化 这才是我们要说的 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五十八节说 我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勿要坚固不可动摇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 怎样才能够不是突然的呢 这里说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好 那么我们再跟大家核对一下 做主公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神的工作 我们是与他同工的 做主公其实所有的一切作为 不是做在别人身上 而是与神同工 做在我们的生命里 上帝并没有让我们有这样的伟大的 伟大的报复雄心 以为说我可以拯救世界上的人 没有 你把自己活好是唯一的责任 所以如何才能够做主公呢 就是我们与神同工 让我们借着信 使得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爱 更多的显明在我们里边 让我们对我们的人生 一天一天 一点一点的 产生一种感觉 感觉上的变化 就是我活着真好 我无论是在世上活着 还是离世与主同在活着 都是非常的好 那么这种好的感觉 越来越充分 越来越盈溢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做主公产生果效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所谓的有灵的状况 就是主的话 在我们里边 借着我们与主的同工 一点一点的做成我们的生命 我常说 和大家说 所谓的生命是什么 生命就是我们的记忆 我们所学习的 那么存在于我们里面 产生了我们对于 对于这个 一切的事情的 理解模式 反应模式 产生我们的 对一切事情发生的感觉 如果我们知道 每一天 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使我们 正确的成长 那我们就需要 有主的话 才能够知道 或者我们按着世人 所教导的 世上的人 会告诉你这个 会告诉你那个 会告诉你说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很可怕的 你必须要勇敢的站起来 诸如此类的各种各样的话 听了 有些时候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没有办法使我们进到永恒 主的话才是永恒的 所以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如今上所记 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神恩赐我们的事 前面是告诉我们说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过的 那么这样的救恩 这样的应许 其实按着这些话的陈述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的 但需要借着神的灵 我们要知道神的灵 它是先从我们领受神的话 然后使得化在我们里面产生感觉 而发挥的作用 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就叫我们能知道 我们不是不能知道的 靠着灵 我们可以知道一切 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 这个 这个所谓的灵 你可以理解为 从主而来的灵感 灵的感动力 灵的察觉力 有些时候我们有一种感觉 但是要把它讲出去 就需要有能够沟通的语言 我们现在就好像我们到外国去 那我们知道了一些事情 想对人表达 话就讲不出口 那么常常我们知道一些事 碍于我们没有这个 没有可以去表达的语言 就理不出来 道就是把里面的存在 里面的感觉引导出来 我们有灵没有到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去分享 而主的话是让我们能够明白 并且能够很有条理的把它引导出来 但关于这个靠着灵能够知道 我们所应当知道的事 我们可以知道多少呢 事实上当我们与主同在与主连结的时候 我常常说就好像上一个最有功效的网络 我们现在如果想知道什么 Google一下就能够知道了 所以这个师母前几天告诉我们 说日本人在做一个Google的比赛 看看谁Google的更快 我没有去看 我看的应该很有趣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Google的够快的话 我们在与任何人去交谈的时候 就显得好像很有学问 其实那些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我们能够上正确的网就能够知道 而属神的人 我们是上上帝的网 连于上帝的网 我们是可以知道我们想要知道的事 但是这个可以知道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 例如我们的硬体的限制 手机是不是有电呢 例如我们知识的限制 我们想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很麻烦 还有一些权限 有一些状态 有一些状态 状态是每一个人的 生命的状态不一样 那么在当下他所能够知道的 就有差异 但是如果我们连于上帝的网 我们就能够知道一些的事 这一些的事在第十三节说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于属灵的人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唯有什么 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我特别标心这个字 原来就是Nus 就是悟性 我们对于基督的事情 是不是有一种正确的理解方式 是不是有正确的理解能力 渐渐的多知道关于上帝的事 就渐渐有权限 可以去了解许多现在的未来的上帝的整体的计划 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得到的享受的权利 所以在第六节就开始讲说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悟性开通 不是无知的人 那我们就要渐渐的靠着上帝的恩典 做成一种生命状态 这种生命状态 第六节说 正如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种生活的状态 就是以信为本的生命 其实这个以信为本本 原文就是一个信字 那么这个信呢 在这一章的第二十三节二十五节 都翻译成什么呢 翻译成为那信 我看看 都翻译了很多字 因信得救的理 其实也是一个信字 二十三节说了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到之先 二十五节说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 这个其实这个理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城市 我们现在用APP 那我们就能够去用这个 用某一种APP 像我们到泰国去 到印度去 到日本去 那你只要有Google的欢译软件 那就可以去把当地的语言 做正确的理解 其实这个 现在带着一个手机 你如果会用 会去应用它的话 其实是有许许多多的方便 但我对这方面研究了解是太少了 基本上是不太去接触它的 但是对于这个因信得救的理 使我们过一种以信为本的生活 这却是我比较知道的 所以我们信心就是 让我们过这个以信为本的生活 就是使福音发挥果效的状态 而这里说 圣经 预先看明神要叫外班人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 说万国必因你得福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我想我揭晓在前面和大家所讨论的那个问题 对于未来的人生 对于我们所未知的事情 通通都知道了 是很没趣 样样都掌控得住 也是很滑味的 但是什么都不知道 却也是很麻烦的 没有把握 那么听天由命 听天由命本来是一句好话 我们听见上帝的声音 然后按着上帝的命定去生活 但现代人因为对一切 他所处的环境莫可奈何 就处在一种很委屈 很被动的状态里 那那就不是我们属神的人应该过的生活 我们是对于未来是以信为本 用信用基督的信来构成我们生活的全部 我们相信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极好的 然后呢 我们也知道对于未来的人生 其实在上帝的掌管当中 因着信就使得我们去能够知取上帝各样的恩典 所以知道未来会越来越好 而在知道的状况底下 我们面对我们所过的每一件生活 其实心里边是有把握的 但是却是去经历它 去体验它 去享受成长或者更新的快乐 我说的意思大家可以明白吗 所以什么是上帝为我们所设定的预定的 安排的美好的理想人生呢 就是让我们带着信 带着信这个APP 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按着我们的信 为我们成就嘛 我们相信我们是属神的人 我们相信上帝对我的人生有最好的安排 我相信一切所遇到的事情都是好的 有修行的人说一句话 说有两种人 你一定要对他心存感谢 一种就是伤害你的人 一种就是羞辱你的人 因为他们要伤害你 要羞辱你自己 是把自己落在痛苦 不开心的困难的状态里 为了让我们更加的成全 得到这个成长 所以这样的理解 当然是好的理解方式 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其实不太容易 把自己很合理的放在这样的信念当中 去过快乐的生活 所以所谓的理想生活 就我的认知 就是说我们要带着这个无所不能的信 让我们去自由 而且快乐的过着更新成长的日子 过着更新成长的每一天 这样说大家可以理解吗 很平安 但想知道多少 就需要按着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学习 一点一点的成长 而且需要经常碰到一些难关 这个难关过了关我们就成长 所以这是以信为本的人生 亚伯拉罕的人生也是如此 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没有得着他所得着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点 我们要知道 人生如果这样过的话 永远都有有趣的事情 可以让我们快乐的去体验的新鲜事 好像我们去旅游一样 虽然我们事先看到了一些 做了功课 知道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但是还是需要去经历 永远都在更新成长的路上 那么这个有信 以信为本 有信心 就会知道一切都是好的 这个信在我们里面 到底做成了多少 其实我在要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 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就对自己做了一些检验 我可以很清楚地跟弟兄们说 这个对上帝的信 我里面还是有虚的部分 不是达到说每一件事情都那么完全 但是事实上我们所信的已经够了 当我在跟上帝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那么上帝就让我回过去看 事实上人生经过了许许多的事情 但是上帝一直把我保守在非常平安 或者非常平安的状态里 所以这个七十多年快八十年快过去了 一切都那么美好 那还有什么不可信的呢 像贵丹我们一起同行了很多年 很早就跟你们讲说 很早就跟你们讲说 如果想要得到这个回忌实实的赔偿款 就不要和我做回忌 因为和我做一定得不到 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 是一定是充满了一种荣光 充满平安的状态 但很多年前做了这样的宣告 到如今仍然是如此 我们相信 因着我们 我们对上帝有信 所以上帝就保守我们 按着我们的信为我们来成全 虽然我们的信不足 那个马太福音十七章所说的 主啊我信 但是我的信不足 求主成全 这个信是需要一点一点成全的 然后讲到这个信心 是 这个信心是使我们称义 所谓的称义呢 就是上帝算我们是好的 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点 因为我们常说 基督徒的人生 就是因信称义 因信得生 因信得荣 因信成义 因信得荣 事实上我们信这个东西 必须要称 才会得 称才会称 你越讲 你就越信 讲出去了 上帝就按着我们的话 来为我们成全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说 这个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就说万国必因你得荣 这个你 我觉得说我们要很认真的去看 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负担 要使得外邦人因信称义 我们就没有称的 没有称没有说的必要 或者是没有 就没有办法使自己的信 越来越抓实 就没有办法真真实实的 过以信为本的生活 所以这个我想我们点到为止就好 那么福音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信心 以信为本的人就是我要活一种信的生活 与那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因为他有信心 再说一次没有什么比信 对我们更加的确实直接的有用 当我们心中存着怀疑的时候 那么心存恶意的人不能从神那里得到什么 我们就没有办法使自己真正的平安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真正需要的是 我们让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坚定 越来越抓实 但是要是要这样做 确实需要有一个负担 有人可以听我们说 所以我每次都非常感谢你们 让我能够越说 能够越了解 我们需要了解的事 或者的话 常常就把自己放在方方不定的状态里 那我也在检讨这件事情 所以这两天和师母出去旅行 那一同旅行的人 全团的人 我里边一直存在一种亏欠的感觉 就是没有向他们传福音 像以前妈妈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她只要碰到一个人 她就跟她拼命地传 但我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自己深刻地去检讨 我觉得我是需要对你们讲的 而你们是需要对能够听的人讲的 如何把这个以信为本 这个福音呢 讲的透彻 讲给我们身边的人听 那么要讲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就有一些 我们有一些话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第七节说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 与他同定十字架 使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那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第九节说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在新约里边知道 至少讲了四百次以上 四百多次 那我们讲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那么其实那个认识也是知道 所以我们说到知道就是得到 真真实实的真知了 就能够立行 如果我们所知道的是 知道的是模糊的 知道的是混乱的 我们跟人家讲也是混乱的 应用起来就没有办法去很确实 很有效的表达出去 所以在这里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对不起 第八节 第九节说 那并且圣经既然已经预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那么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 万国必因你得福 可竟那以信为本的 与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对不起这个动了就不行了 你知道吗 那么其实这个以信为本 是使我们在人生当中过得快乐 能够有神同在的关键点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 我们都很熟悉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 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前面是告诉我们说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 不至于见死 人也找不到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 只是他被接去已先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我们如何使人生当中 活在福音里边 过着蒙福的生活呢 其实是要让我们先有了信 这个信渐渐渐渐的扎实丰富完全 而这个信是需要表明出来的 所以这个以诺呢 他是在被接去之前 就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他这个名证就是表明 就表达出来 我刚才特别和弟兄妹讲 信心是要表明出来的 而这个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有对象可以去讲 可以去传 讲传一面是我们的责任 一面也是让我们对于我们的信 更加紮实更加坚定的机会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关键 而且重要的 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 要理解的准确 在第十节说 还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什么 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者说 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的 去行的就被咒诅 没有一个人 因靠着律法在神面前撑 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 一人必因信得生 那么这一段经文整段 它是告诉我们说 有一件事情存在于人间 这件事情叫做咒诅 咒诅是很深刻 而且很重大的问题 当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如果我们活在一些咒诅里 就会使我们的人生 使我们的心情产生恐惧 产生压力 然后让我们对于环境 对于环境 就会参见一些很负面的因素 台湾人讲说 人会嘴有毒 就是有人在咒诅我们的时候 其实是会破坏我们的生活的状态 所以破坏我们的磁场的人的意念 现在我们讲这个量子物理学 所讲的就是量子纠缠 其实人曾经与我们接触 但是离开我们的时候 却是对我们抱着一种咒诅的心 那么这会对我们造成很直接很显明的影响 事实上这是我们需要深刻去了解的问题 所以第十三节说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原文是说成了咒诅 就属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者 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那么知道这些事 到了第十四节才会说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灵 所以这里的应许是引出了 加拉太书第三章后半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主题 叫做应许 上帝按着祂的应许 为我们成全一切的事 那么我们如何使得应许 能够看得见 能够用得好呢 这里所说的这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要靠着耶稣 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 能够脱离什么 律法的咒诅 所以一定要知道 其实耶稣基督的救恩 最重要的就是 让我们能够知道 咒诅的存在 也知道咒诅是与律法 是双胞胎 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在讲到说 因信得生这句话 为什么 在圣经里边 在新约里边 一共有四次 除了这一次 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十一节 以外 罗马书第一章的 第十七节说 因为神的义 正在这福音上面显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 那么在加拉太书 西伯来书第三十八节说 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 三次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 告诉我们说 我们如何成为义人 是因着上帝给我们的救恩 而我们如何使得救恩 对我们有效 就是要让我们的信 信有多大的能量 信有成长到什么样的程度 有多坚定 我们的生命 就会有多少丰富 其实这义人必因信得生 这一句话 它是从哈巴古书第二章的第四节 开始讲出来的 那这里讲这迦勒底人 原因 原文并没有迦勒底人这个字 就是人至高至大 心不正洁 心不正直 唯义人必因信得生 那么那句话原文是 直接翻译说 看自我膨胀的人 他的坟不平顺 而义呢 什么是上帝所认为好的 就是因信而活 这是讲一种相对的状态 人如果靠自己 就是觉得说我应该做这个 应该做那个 可以做这样可以做那样 那其实是把自己放得太高 太大了 就不需要靠信 许多人说我为什么要信上帝 因为我靠着自己就行了 这种自我膨胀呢 就与信这件事情 是产生直接的冲突的 我们要信 就要把自己放在 可以什么都不靠自己 完完全全靠着主的爱 那么过着因信得生的生活 就是不再自我膨胀 这样的生活状态 我今天时间又不够了 我本来想要把它讲完了 但是既然是没有办法讲完 我还是打一个句号吧 事实上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行律法的就是受咒诅的 一切的咒诅里边都埋着律法的因素 律法就是让我们认为说这是对的 那是错的 每一个人就各自认为说自己是对的 然后有一些人被定罪 那为什么被定罪 就是对方用他的律法来量我的时候 那么就觉得说我不合他的标准 好像有小孩子啊 那么被大人骂说 这个是 骂人说你这个没有用 那么对小孩子就构成很大的伤害 因为那个人的要求的标准和他自己的状态是不相合的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每一个族群有每一个族群 他的文化他的成长背景 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命定的状态里 我们如果是属神的人 我们不能够要知道说一切的咒诅 咒诅的根源是什么 咒诅的根源就是伊甸园当中 那个亚当夏娃去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然后就上帝就给他咒诅 而这个蛇呢是因为他散布了什么 散布了 传递了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可以有智慧 这样的信息给亚当夏娃 所以他就受了咒诅 我想这件事情是很关键的事 我想因为下个礼拜我还讲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讲了 好不好 我们只能够和弟兄妹讲 人存在这个世界上面 一定要知道咒诅的存在 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才说 人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如果有人 如果有人对他心存怨气的话 要与他和习 这个和习是从自己的心做起的 让我们愿意去使得一切的咒诅 完完全全消失 希望咒诅的权势能够不影响到我们 而这个却是使我们能够因信得生 因信得荣 享受有信息的生活 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也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 会被人咒诅 或者是再被人咒诅 这样的状态里 那么如何才能够达到这一点呢 我们下一次再说吧 好不好 希望你们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留下问题来 可以让我根据你们的 所需要知道的 给你们一点回应 这是我对我们彼此都好的事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 我们要来领圣餐 因为这个月的第一天 领圣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去领受 上帝的话 主的这个 这个 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保罗说 我一下子 对不起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些柄来书写的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主的身体是什么 他是道成肉身 也就是主的道 我们今天说 主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当我们领饼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话 放进我们的生命里边 让我们去应用 去实验 然后让它变成我们的生命 那么至于领杯呢 这个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换后也举起杯来 出现了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以每人所立的新约 我特别讲到说 这个约它的一个强调点就是新 就是日日更新的变化 今天早上佩莹他们带我们唱 唱诗歌的时候 那我们有特别强调 每一天都是新的 我们在信心里边 其实要知道就是怎样 已过 我们让它过了没 如果过不去 就没有办法享受新的 请就请不吝点赞 就请不吝点赞 也请不吝点赞 订阅